好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接下来看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刚才已经把初始计量讲解完成了 那么初始计量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考试的核心或者分值的这个集中在哪呢 集中在后续计量 我们呢就直接讲这四个金融资产 那么考试就是考这四个吧 是吧 一个是债权投资 一个是其他债权投资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再一个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当然后面还有讲到一个重分类的账务处理 好 那么重点就是前四个啊 那么重分类啊 那么考大提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重点是前面这四个金融资产 它具体的账务处理 大家看一下 19年2020年21年都有分值 小题也是可以考大家计算 好 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求大家非常熟练的掌握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看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接下来啊 重点将围绕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因为金融负债的话呢 是吧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还是比较简单的 金融资产只要你会了 金融负债也就会了 好 首先看后续计量原子 我想这个就不用说了 从名字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了 跟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要么就是贪于成本计量 这第一类吗 是吧 贪于成本就第一类 是吧 供应价计量 并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那第二类 供应价计量且其变动 计当期所益 那第三类 那这不就是三类金融资产吗 是吧 这是计量原则 那么我们首先看 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具体会计处理 也就是以贪于成本尽量的 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那到底什么叫贪于成本 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 此处提到的贪于成本概念 也就是基本借贷安排里边的本金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 平常所说的本金实际上是一样的 你向银行借钱 借了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本金 好 那这里边 不管是对金融资产也好 或者金融负债也好 那么我们要用贪于成本和实际利率 算利息收入或者利息费用 比如说放一个业务场景里面 同学们 咱们考中级的同学应该都买房了 那么正常的话 是要贷款买房的 那咱们可以放到这个业务场景当中 去理解这个问题 那你说对银行来说 那要确认你的利息收入 说你不是每月还月供吗 你每月把这个月供给到银行 那银行是要确认利息收入的 因为对银行来讲 它是金融资产 那对你来说 那你得确认利息费用 因为对你来讲你是金融负债 那你要欠银行呢 贷款贷款贷了20年 贷了30年 在未来的20年内 那你要慢慢的去还这笔金融负债 那对你来讲是利息费用 那不管是对你 还是对银行来说 是吧 那还没有还的钱 那就叫贪于成本 贪于贪于就是贪完剩下的 还差多少钱没还给银行 那就贪于成本 是吧 所以说就是计算金融资产 是对银行来说的 金融负债就对你来说的 得贪于成本 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 分摊进入各期间的方法 说白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典型的业务场景 刚才说的是抵押贷款 那当然对于债权投资来说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那这里提到的贪于成本概念 其实就是基本借贷安排里面的本金 是吧 什么叫基本借贷安排 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 在讲到分类的时候 是吧 就他的合同现金流 就除了本金 那就是利息 只有本金加利息 那么基本借贷安排的一般公式 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 所理解的那个公式 是一致的 那你要算利息 利息那就是用期出本金乘以利率 是吧 你要算本金 是吧 我本金 是吧 我还差多少钱啊 欠银行多少钱 我还差多少钱没还呀 那这个本金 那就是用期出本金 加上利息 再减去现金 是吧 期出我欠银行的钱 然后再加上本期的利息 也就加上上边这个 然后再减掉现金 这个现金就是你那个月供吧 是吧 你每月要还给银行钱 要还月供 那这个月供 你这个现金给他还上了 那还上了 那不是减掉吗 这个道理还是很好理解的 是吧 利息 是吧 就是滚雪球 滚上来的雪 那就增加了本金 然后呢 你把这个钱给到银行了 每个月 不是说给他五千块钱 月供 那这个当然就减少本金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是加利息 减现金 由于利息 是用本金乘以利率啊 所以说就可以得到 这个公式 是吧 所以本金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期出本金乘以 一加利率减现金 好 这个公式我们在前面 也给大家讲了 也给大家讲了 咱们呢 又讲了一遍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 理解上是没有难度的啊 好 那这样我们就谈到了啊 实际利率啊 这什么叫实际利率呢 那这个接下来需要用到财务管理当中的稍微的一些知识了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提醒大家至少啊 老师我财管没报 那你至少也得把货币时间价值要学一学啊 是至少的一个要求啊 货币时间价值 那就一个小时 实际利率啊 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折现为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或者说金融负债碳于成本所使用的利率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财务管理当中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内含报酬率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来去理解这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假公司购买一箱债券 该债券面值为100万 票面利率是5% 5年期分次复息到期次还本 那么企业呢以108万元的价格一价购买 好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上一讲也提到这个例子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要想算啊 就是说你明明是面值100万 你怎么花108呀 那就是因为人家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可能不一样 那么现在啊就通过这个图啊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你现在是实际本金 你是花了108 所以啊这个叫实际的本金 就实实在在花的钱 那就说这个面值是什么 这个面值是票面本金 或者说叫名义上的本金 这个债券上面都印出来了 是吧 纸质的债券或者说电子都公告出去了 这是名义上的本金 或者说叫票面本金 但是实际本金是108 然后未来的现金流量 每年的票面利息啊 或者说叫名义利息 是5万 5万怎么来的 那就是用面值100乘以票面利率5% 那很简单 每年利息5万加5年期吗 5年期 然后最后一年我们要收回多少 收回多少现金流入呢 收回5万的票面利息 再加上100万的票面本金 那最后呢是收回105万 那现在呢 我们按照整个的这个货币时间价值的理论 把每年的现金流量折到现在 是吧 5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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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万 把这些钱呢都折到现在 我们算算这个限值 哦 那要求这个限值必须得是108 是吧 因为这是现金流出嘛 那后面都是正号啊 是吧 后面都是正号 后面都是正号 没有问题吧 后面都是现金流入 那一开始是现金流出 有整个的现金流入的限值 在考虑现金流出 它的净现值为0 这是内海报数率的概念 你也可以这么去想 就是未来的这些现金流入 它的限值正好等于108 有这个等值 108是限值 然后呢 再用5乘以5年期的年金限值系数 当然这限率是未知条件 未知的 再加上到期的这个 票面本金 那我们要收回来本金100万 乘以这个复利限制系数 是吧 那这样也是5年期的 那这样呢 我们这里面的未知数是折现率 我们把这个折现率求出来 是吧 这就是实际利率 这就是实际利率 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定义 就是把这个预计存续期的估计 未来现金流量 那就是说合同现金流量 折到现在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你现在是花了108万买的呀 那肯定这个就是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那现在他说了 不考虑减值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啊 你在算这个实际利率的时候 你先别考虑未来收不回来的情况 说将来说有可能说 比如说第三年 说第三年这个利息5万有可能收不上来 说预期啊 有可能收不上来 你别考虑 先别考虑那么多 所以说预期损失先别考虑 是吧 当然实际损失要考虑啊 说预期损失先别考虑 首先不考虑减值 那下面也说了 说再确定实际利率时 应当再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所有的合同条款 比如提前还款啊 比如说这里边可能说到第三年 可能要提前还一部分本金了 是吧 那提前还本金 那不管是怎么约定的吧 反正就是未来现金流量折现 按照财务管理上的这个折现的方法 直到现在 那就是现在你花的钱108 是吧 提前还款啊 包括展期啊 这期限都不是5年了 变成6年了 看涨期权啊 这个你就别别深究了 在基础上估计预期现金流量 不应当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先不考虑 折到我们金融资产现在啊 或者说金融负债 贪于成本啊 那这个时候 说白了就是折成什么 账面余额吗 金融负债 贪于成本 那也是账面余额啊 好 合同各方之间 那么支付或收取的 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 那么各项费用 那说来就交易费用 以及溢价 折价 通通都是要考虑的 你刚才你看我们这个 面值是100 我花了108我是溢价呀 我溢价了8万 那这个8万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当然是要考虑在内了 考虑在内来去是吧 去影响我们的实际利率 你要不考虑不就坏事了吗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把108改成100 那你要改成100 这个折线率肯定是5% 票面利率就是5% 对吧 那不就一样了吗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100 而是用发行价值 就把溢价要考虑进去啊 是吧 包括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如果有的话 也要考虑进来 是吧 因为交易费用是记在了账面余额里面 我们前面讲初始计量不是说了吗 你买一项金融资产有交易费用 那交易费用 那是不是从金融资产 要寄到金融资产里面啊 我们现在讲这贪于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啊 贪于成本计量的 那这个债权投资 我们前面是讲了的呀 那交易费用实际上是寄进去了 那当然账面余额寄进去了 那交易费用就考虑了 溢价折价也寄进去了 寄在了利息调整的地别 是吧 总而言之啊 那都是要考虑的 影响到我们实际利率的计算 好 那接下来讲具体会计处理 注意啊 接下来啊 我跟教材的讲解顺序呢 稍有不同 适当调整之后呢 按照我这里来会更有利于理解 因为教材接下来呢 它是讲那个贪于成本了 贪于成本准则上有一个定义 你看不懂 是吧 不明白 那我们先给大家讲具体处理 讲完之后呢 你再回过头来看贪于成本 你就明白了啊 好 说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那主要包括该金融资产 是吧 实际利率的计算 当然这块一般是不考的 说刚才这个 说老师这个 哎呀 你这个公式怎么算呀 是吧 以我这个目前的这个数学的这个水平 我不知道怎么算 这个你不用担心 不考啊 在会计考试当中是不考的 那么实际利率往往是已知条件 那贪于成本的计算确定你你是要会的啊 要会啊 那么持有期间的收益确认以及将其处置时损益的处理 这都是要求掌握的 好 那接下来以贪于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我们首先看取得 前面已经讲了 好 按照面值 注意啊 登在成本明细里边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没有办法 就这么规定的 它规定的是成本明细啊 没有写面值明细 你后面我们讲应付债券 这个就应付债券就不写成本了 就写成面值了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啊 它怎么说 咱们怎么记就行呗 就是成本 核算的是面值 但其实我们前面说了 说这个初始计量啊 我们用的根本不是购买法 所以说你要用成本 这个其实也不大合适 对吧 不是购买法 我们是按供应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的呀 对吧 所以这块我到 我个人觉得 债权投资这个二级明细用面值 我觉得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后面你看人家应付债券就改成面值了 那现在他用成本 那就用成本吧 是吧 用成本吧 用成本 但是你自己你必知道 他核算是面值啊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 他也用成本在俩字 所以你别混了 是吧 目前咱们准则应用指南就这么讲的 所以说你啊 稍微注意点 成本和成本 他可不是 他不是不一样的 在债券啊 就债权投资 我们投的是债券嘛 那是按面值来登成本啊 然后呢 以负期 以到负期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是即应收利息 这个不用说了 代营养存款 你花多少钱 写多少 所以说我们面值 我们可以确定 这是以值条件 应收利息 也是以值条件 营养存款 也是以值条件啊 就是说 利息调整 是倒计出来的啊 这个利息调整 是倒计出来的 那如果说放在基尔方 那显然是溢价了 如果说倒计在贷方 那就成折价了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啊 你比如说面值是100万 是吧 我一共是花了108万 好 那就挤在基尔方8万 有8万的溢价 就记载了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明细啊 为什么叫利息调整啊 我前面说了 他最终是调的是利息 调的是什么 调的是利息 利息收入啊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说 调的是票面利息 因为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折价 你会发现 有一价折价的话 他这个跟 这个购买价格 你跟面值不一样 那后边实际利率 跟票面利率 肯定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 是调的后边的利息 把票面利息调整为 实际利息啊 我们讲到后面 讲到这儿再给大家说 你会发现 你看票面利息 跟实际利息不一样 那资产负债表示 我们要确认利息收入啊 那分两种情况 首先是分次负息 那接下来呢 是一次负息 啊 两种情况 分路不一样 我们首先看分次负息的啊 那基业方 那就要写应收利息 按照票面利息 因为是分次的 那每年就要 我们每年 那就要收利息啊 每年我要收利息 那肯定是记载应收利息 因为应收利息 是一个短期资产 是吧 或者说叫流动资产 它是个短期资产 每年嘛 那不是短期的吗 好 按票面利息 基因收利息 然后代方这个投资收益 一样注意啊 是实际利息 怎么算呢 用七出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七出账面余额 也就是七出本金 那么前面说了 也就是贪于成本 是吧 七出账面余额 那么你一般来讲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但虽然说不严谨啊 一般来讲 下面有个提示 你先别看啊 就一般来讲 我们债权投资 是吧 它的账面余额 也就是账户余额 就是本金 或者说贪于成本 那直接用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你会发现 票面利息 跟实际利息 可能不一样 那这个差额呢 那就倒挤在 利息调整里边 那你会发现 这个利息调整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就是用来调整 这个票面利息的 把票面利息调整 为实际利息 那现在实际利息 等于票面利息 减去利息调整 是吧 我们不能按照 票面利息 确认利息收入 确认投资收益 实际上是还是本质一个什么 这就叫实际利率法 我们不能用票面利率法 那当然你可以提前为这是一个权责发生制 是吧 因为当时你毕竟是花了108万买的 你本金 你就是溢价买的吗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是吧 不要用票面利息来确认利息收入 就确认这个投资收益 好吧 说明白了啊 这是一个提示 如果说实际发生信用减值 一定要注意啊 说的是实际减值 而非预期减值 那么投资收益就等于 期出账面余额 一定要把减值准备减掉啊 就是说把实际的减值损失要减掉 然后再乘以实际利率 好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有同学也反复在问啊 筑快的话呢 在这块说的是比较详细的 咱们终极呢 没有展开说 在终极的考试当中 你就可以这么 简单粗暴的认为 把这个投资收益 如果问你实际利息怎么算 记住 就是期出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谁的账面 债权投资这个账户的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就这么完了啊 但其实严格来讲的话 还是要区分的 是吧 如果说真的实际发生减值 那其实不能用账面余额了 那这个时候应当用什么 应当用贪余成本了 也就是说把这个减值准备 把实际的减值要减掉 那个时候然后再乘以实际利率啊 这个就了解啊 听不懂也没事 那接下来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说这个利息是一次性的付的 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利息说一次性的付息 那当然对咱们投资方来说就一次性的收利息 那么是不是说到期我再做处理啊 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啊 比如五年期 是吧 说五年期的债券 债券 五年之后我才收利息呢 我现在做什么处理啊 你要是问出这种问题来啊 拖出去答 全责发生质 收复失限 这都忘了 哦 什么时候收利息 什么时候做处理啊 那当然不行 我们要按照全责发生质啊 那所以说每年年底呢 还得确认我们的应激利息 那这个时候你能激应收利息吗 不行 但很明显这是个长期资产啊 五年之后我才收利息呢 所以现在我形成一个权利 什么权利呢 哎 我收利息的权利 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资产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是吧 它是一个非流动资产啊 我写非流动三个字 让大家注意区分 所以你得知道为什么啊 所以说分次复息的 因为每年都要收利息 所以它是个短期资产 你到期一次性收利息 那是长期资产 所以要记在债权投资里面 债权投资 杠 应记利息 所以说这是针对 一次还本复息的情况 仍然是按照票面利息来记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票面利息 实际上是增加了 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是不是增加了 增加了账面余额 也就意味着增加了本金 因为这个利息 你没有收 所以说就增加本金了 然后代方的这个实际利息 是吧 仍然是确认投资收益 仍然是用期出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差额呢 倒几利调整 是吧 有可能倒几在借方 也可能在贷方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对于到期四方本复息的这个情况 他对本金的影响 那就是实际利息 因为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啊 这个应记利息和这个利息调整的差额 就是实际利息啊 所以说我们就得到了那个基本借贷 安排的那个一般的公式 所以本金怎么算呀 本金怎么算 本金就等于是吧 七出本金是吧 乘以一加上实际利率啊 然后再减去现金的收付 是吧 那对这里讲就现金流入了 好 所以说按照这个一般的公式 一次还本复息的情况下 现金是零 所以说那期末本金 那就是七出本金乘以一加实际利率 说白了就是只把实际利息加进来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分路 是不是就贷方的实际利息 就是表示本金的增加呀 那没有问题啊 因为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你借方是增加本金 贷方利调整是减少本金 那两者的差额 那不就是投资收益吗 就是增加的本金吗 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实际利率 算出来的投资收益 就是本金的增加 没有现金 所以现金这个时候是零 是吧 但是对于分次负息来说 你会看到 对于分次负息来说 你会看到 对于本金的影响 就是只有利息调整 是影响本金的 你借方应收利息 跟本金没有影响吧 因为本金就是账面余额嘛 应收利息哪有账面余额了 应收利息的不是债权投资啊 是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所以说 对于分次负息的情况 它对本金的影响 就只有利息调整 贪消 你也可以这么说 那就加上实际利息 减票面利息 那不是还是个公式吗 是吧 对于分次负息这个情况 那这个现金就不是零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道理 结合分路 大家再想一想啊 再去理解这个公式 是吧 就期出本金 加上实际利息减现金嘛 是吧 期出本金 加利息减现金 那你这个是啊 这不是加利息减现金 应收利息不就是现金吗 所以啊 应收利息代表的是现金啊 因为应收利息 我们是要有现金流量了 是收上来的啊 所以说 加实际利息减现金 那不就贷方利息调整贪消吗 所以这公式没有问题 那对于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 是吧 加实际利息减现金 现金没有啊 那就只加实际利息 只加实际利息 那不就是借方增加 代方减少 倒几出来的实际利息吗 没有把你绕进去吧 我觉得这个弯大家应该是 这个弯不大呀 分路很直接啊 都能听明白是吧 听不明白的举手 你举手我也看不见 你能听明白 出售的时候很简单 把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给它注销掉就可以了 一样存款 是吧 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 倒几投资收益 这个谁都会 注销账面价值 你肯定会啊 债权投资减准备 减值这个问题 我们后面再说 把它注销掉 成本给它注销掉 应计利息注销掉 利息调整再注销掉 把账面全部注销 售价跟它的差额 即投资收益 好 说企业持有的 以贪与成本计量的 应收款项贷款等的账目处理 跟债权投资大致相投 那就可以使用应收账款 贷款 这个科目金核算 说白了 你可以替换 应收账款 我想不用说 因为这个没有利息啊 它很简单 我们说一说贷款 你比如说对银行来说 你是银行的会计 那就把这个分路里边 把债权投资都换成 什么换成贷款就可以了 对银行来说 那就把这个 债权投资换成贷款 贷款成本利益调整 是吧 借应收利息 贷投资收益 贷款利益调整 很简单 只需要做简单的替换 就完了 咱们考试一般来讲 不考贷款啊 那就考的是债权投资 那接下来看教材 例题7-8 2017年1月1号 假公司 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支付价款1000万元 它是含交易费用的啊 那么从上交所购入 以公司同日发行的 五年期公司债券 一万两千五百份 债券的票面价值 也就是说面值是1250 你花了1000万 这是一个折价 是吧 那这是一个折价购买 这不是一价了 少花钱了 票面利率呢 是4.72% 票面利率4.72% 什么时候折价呀 只能说这个票面利率 比较低的时候 票面利率比较低 没有吸引力 它只能折价发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利率肯定是 大于4.72%的啊 你也可以应该有提前 做出来这么一个推论 好 于每年年末呢 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 也就是每年利息呢 是59 好 那这个59怎么来的 是吧 一定要注意 是用面值 是吧 1250乘以 而且票面利率 4.72% 是这么算出来 大家你可以自己按计算器 按一按 本金在债券到期时 一次性偿还 注意啊 这个说的 这个本金呀 说的是票面本金啊 这个本金说的是面值 1250啊 到期一次性偿还 是吧 那当然对假公司来说 就是到期一次性收取了啊 合同约定 该债券的发行方 在遇到特定情况时 可以将债券赎回 啊 我们后面就会讲 这个债券赎回的情况 现在你先别管它 而并且呢 不需要为提前赎回 支付额外款项 假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 预计发行方 不会提前赎回 就是我们在假公司在买的时候 预计不会赎回 那意思就是说 假公司是吧 在确定这个实际利率的时候 仍然是按照这个五年期 是吧 来进行计算 按照五年期整个的来进行计算啊 不用考虑发行方 提前赎回的情况 好 假公司呢 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 和现金流量特征 将其划分为 以贪用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说白了 就是现金流呢 就是本金加利息 没有其他的 业务模式呢 那就是收取现金流量 就是收本金收利息 那接下来说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 减值损失等因素 我们首先要计算实际利率啊 实际利率说白了 就是内涵报收率 也就是未来的现金流 折到现在 正好就等于实际本金一千万 那这个一千万是实际本金 我前面说了吗 是吧 他实际花了一千万 面值1250 每期的面值啊 每期的利息是 这是票面利息啊 59万 所以说 第一年59 第二年59 好 一直一直一直 好 到最后一年 第五年 我要收票面本金 是最后一年的 票面面值 再加上最后一年 再加上最后一年的票面利息 那这样我们 把它折到现在 那使得这个等式相等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把这个小二算出来 那实际利率算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写 是吧 那用59 乘以 是吧 PA 也就是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呢 算这个小二啊 小二 然后呢 是五年期 这是小二啊 小二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1250最后一年的面值 那这个肯定是有负力折现的 负力折现呢 是PF 小二 也是五年 好 那等于 是吧 一千万元 那这么写也可以 这么写 那就可以把这个小二给算出来 有些人老师 那这个小二这怎么算啊 实际利率 这个谁会算啊 是吧 所以啊 这个咱们考试不考 所以接下来你了解就可以了 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用Excel 公式叫IRR来去计算 这是一个内海报收率公式啊 我们把这个现金流量可以写在这啊 就是内海报收率嘛 那么这个年份是零 意思就是说初始投资啊 初始投资是一千万啊 因为投出去一千万 现金流出嘛 那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就是现金流入 所以用正号啊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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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是1309 1309啊 就是这个59加于250 好 那么用IRR公式 是吧 23到这个啊 就B3到B8啊 整个的这个现金流可以算出来 10% 正好10啊 这个是精确的啊 所以Excel还是很方便的 那考试不会考的 那你也可以用差值法来计算啊 可以用计算得出10% 这个过程不要求掌握 咱们呀 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你要是今年考采管 采管是要求掌握的 咱们会计不要求掌握 现在呢 在会计考试当中啊 那么这个10%是已知条件 也就是说实际利率会直接告诉你 直接用就完了 那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实际利率是10% 票面利率4.72% 初始投资的时候 我要对外投资 花了1000万 我贷银行存款 肯定写1000 那借方写什么呢 那借方 我们要核算面值 所以说借债权投资成本 这个是核算的事 面值啊 你不能不设置明信 面值是1250 那显然折价250 那这个折价放在贷方 那贷方就表示债权投资减少 差额是250 对吧 好 那这样把这个分路写完之后 后面呢 我们就来到了第一年年末 第一年年末 我们首先算第一年的利息 那就是用期出本金乘以利率 期出贪于成本 也就是期出本金 就1000乘以10% 因为期出的这个本金 就是1000万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那不就是1250 减去250吗 是吧 就债权投资账面余额 那一样的啊 好 那利息是100万 但是我们的票面利息只有59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票面利息 跟实际利息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差额是什么 差额就是利息调整的摊销 差额是41万 那这个呢 就是贪于成本啊 要增加41万 第五年末呢 就增加至面值1250了 所以每一年 我们利息调整 这个250要摊销的 那第一年末 我们看到借应收利息 我们先确定应收利息是59 这个你可以确定下来 对吧 因为是分次复息的 说借应收利息59 先确定借方啊 应收利息 然后呢 再确定贷方的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也就是利息收入 用本金乘以利率100万 差额用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 那很明显是挤在了借方 41 那这个借方就是债权投资利益调整 这就是折价的摊销 因为250折价 所以折价摊销 那很显然 摊销的时候 要跟这个方向相反 初始确认是在贷方 那这个时候呢 是放在了借方 对吧 所以这个就 你倒几就行了 所以这个不用背啊 你先确定 我教你啊 先确定票面利息和实际利息 另外一方倒几就可以了 那这个很显然是增加了本金 也就是说 是增加了贪于成本 因为资产类科目 借方增加呀 所以说第二年的时候 再算实际利息 那就应当是用 增加一个40亿了 就说1000加上41 1041啊 所以说第二年的利息收入 那就是用1000加上41啊 然后再乘以实际利率 就是第二年啊 它的期出本金乘以利率 来算第二年的利息收入 好吧 就这么算就可以了 啊 所以说我们先看情形一啊 根据表中数据 表在后面咱们再说啊 2017年1月1号 购入乙公司债券 呃这个已经说完了啊 就不再追说了 然后呢 17年底将以公司债券的实际利息收入 收到的债券利息来写上 是吧 借应收利息是59万 是吧 我们先确定票面利息 再确定实际利息 然后呢 到几 是吧 到几我们的利息调整 是吧 到几利调整 啊 那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嘛 41万是在借方 那表示的是 对吧 债权投资的这个增加 也就是本金是增加的 呃 接下来注意啊 呃 教材这些数啊 稍微有点问题 咱们给他改一改啊 改成正确的 啊 教材这个误差也有点太大了啊 咱们呀 把这个误差给他去掉 好 同时我实际收到利息了 那就借银行存款59万 贷应收利息59万啊 我想这个还是啊 这个是正常做就行了 是吧 应收利息给他冲掉 重点把我上边这个分路啊 啊 你学会了吗 先确定谁再确定谁啊 就先确定票面利息 实际利息 利息调整到几啊 后面每一年都这么干 然后第三年的话呢 是吧 等到这个啊 这个是18年底啊 这个是18年12月31号 确认已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啊 那么借应收利息啊 这个是不变的 每一年都是59万的实际利息 好 先确定应收利息 再确定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用期出本金 前面说了 1000万加41万 这是期出本金 因为这增加了41万吗 然后乘以实际利率 算出来是104万1000 好 这个倒挤出来 利息调整 那很明显是继续增加本金 是吧 继续增加本金45万1000 然后借应收存款59万 再应收利息 这个咱就不说了 然后19年底呢 进一步的啊 59万还是不变的 先确定票面利息 再确定实际利息 好 实际利息 用一开始的本金1000万 加上第一年的利息调整的摊销 41万 第二年利息调整摊销 45万1000 就这个 45万1000增加了本金 然后乘以利率是108万6100 然后再倒挤利息调整 所以说本金进一步的增加 增加了49万6100 就按照这个办法继续来 所以前面我就不再追数了 所以把这个49万6100本金加进来 加进来 确认实际利息 好 票面利息确定 那最后再倒挤这个 好 进一步的又增加本金 增加了54万5710 是吧 那后面呢 再去追了 这个时候是到了最后一年了 是吧 不能因为最后一年涉及到尾数调整的问题 是吧 而我们最后一年啊 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啊 就是还是一样 我先确定票面利息 再确定实际利息 然后倒挤利息调整啊 这么干就不行了 是吧 如果这么干 你会发现利息调整 摊不完了 你说我有个同学没听明白啊 说我这么干行不行 说应收利息59万 好 这个没有问题 先确定啊 因为这个是肯定是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说老师投资收益 我不这么算 我应当是 你不是前面交给我了吗 啊 那就是这个 呃 前面这些 是吧 1000万 啊 加41万 我写这吧 说这个难道不应该这么算吗 啊 1000万啊 加上41万啊 再加上这个45.1万 是吧 然后再加上这个49.61 啊 49.61万 你这不是 呃 他还要加这个啊 54.5710 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54.571 那就说这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那这样就来到第五年年初 这不第五年年初本机吗 用这个数乘以10% 那不就完了吗 同学们 咱们可以测试一下 来试试啊 来 这个是1000加上41 再加上45.1 再加上49.61 再加上54.571 等于1190.281 再乘以10% 那很明显 是吧 是119 是吧 119.0281 当然 我都写出来啊 好 119.0281万元 如果说你把这个数放到这里来的话 很显然 应当是118.7190 是不是有差了一点 说这个叫尾数 叫尾数 叫尾数误差 如果说你写这个 我们会发现 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 那么这个利息调整 就肯定不是这个数了 59.7190 肯定不是59.7190 那利益调整 你把这个相当于 你用119 那就贷方变大了呗 贷方变大了 那借方这个也就变大了 那肯定的59万是不变的 借贷币相等嘛 你贷方增加 那借方利益调整增加 是吧 利益调整增加 你贪不了这么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了 前四年的摊销 我们的利益调整 就剩下59.7190 你把这个全部摊销完就行了 那如果你把这个118改成119 那不就成60多了吗 不够摊的 没有那么多让你摊的 所以说最后一年 你不能先确定投资收益 是最后一年怎么着 我们先表面利息不用说 肯定先确定 然后呢 再确定利息调整 我们要保证 是吧 我们要保证怎么着 保证利息调整 也就是我们的保证 我们的折价 必须要摊销完毕 要保证我们的 一折价要摊销完毕 所以说他是要保证 那就是说用总的折价 250万 250万是一开始的 总折价 减掉第一年的 第二年的 第三年的 第四年的 好 剩下就是第五年的 摊销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呢 再去倒计 我们的投资收益 最后一年 把投资收益倒计出来 这个咱们说明白就可以了 最后第五年 别忘了 本金别忘了收回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面值 票面本金 我们得收回来 你让存款增加 债权投资减少 那到此为止 债权投资余额 就变成零了 没了都收回来了 好 我们把前面的账户处理 放到表格当中 你会看到最后就是零 是吧 期末账面余额 也就是期末本金 是吧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这个表啊 这个表的话呢 这个 按照这个 这里面的关系 是吧 这是期末账面余额 那等于 期出账面余额 是吧 加上实际利息 再减去现金流入 这是期末的本金吗 对吧 所以这是期出本金 所以还是跟前面我交易的公式是一样的 什么公式啊 什么公式 就是本金怎么算 本金 也就是用期出本金 是吧 乘以 一加实际利率 是吧 一加上实际利率 那对于本金来讲 不是一加10%吗 然后再减去现金 是吧 现金的流入 那就是这个 说白了就是期出本金 1000万 1000万 乘以一加10% 那不就加上实际利息吗 所以说期出 加实际利息 减现金流入 那就等于期末的本金 那跟我这公式是一样的 期出本金 加实际利息 减现金 是吧 那这样就正常算 算算算算 算了最后啊 就是零 这个零怎么得出来的 实际上是最后是 这个地方有一个尾数调整 是吧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这个道理我刚才已经讲了 讲完了 要保证利益调整 要摊销完毕